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们数字会是1到9 所以基本上产生一个阵列来处理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先产生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阵列 我这边是宣告一个int的一个阵列 然后这个int的阵列当然你可以把刮符放在前面或放后面都可以 不过我建议还是放前面好了 你一般在Java里面放前面跟后面都可以 不过在C Sharp里面它只能放在前面 所以干脆如果说你将来要在学写那个C Sharp的话 干脆写一样这样就不会乱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建立一个阵列 那阵列的名称叫做A 那这个A里面的话我可以直接赋予它里面的值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里面的话可以切成A 然后中刮符0的话里面放什么呢 放这个A中刮符1放这个 那也就是说总共可以到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A刮符9 也就是说它的总长度多少呢 总长度就是这个数字加1 实际上因为从0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总共可以放10个东西 那你会说老师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空间用不到 那不是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地方 第一个空间 为什么要多增加一个空间呢 基本上我主要用它来当什么 暂存的空间 所以这个还是有作用的 那这个是我想出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简单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先建立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宣告方式的话是直接负语值 那它的方式跟前面我们有 应该各位有学过吧 跟这种方式有点类似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用另外一种方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New 一般在阵列宣告的话 一般会用New什么呢 New宣告 先宣告几个空间给它 10个空间 那一般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用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用上面的方法的话 必须要先开空间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再指定空 指定里面的东西给它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冗长 因为你必须打什么 A 第一个空间放什么 第二个空间放什么 第三个空间放什么 那你这样会变成你要打10个 这样子才等于上面的 也就是下面的写法要写10行 上面的只要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是顺便补充一下 阵列的不同的这种宣告方式 那我是直接赋予它值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赋予它 里面有1到9 放在1到9的空间 然后前面有个0 再来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些的顺序把它打散 因为这些顺序 如果说里面要打散的话 你如果直接输出的话会怎么样 我这边先注解掉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下面的输出好像比较简单 下面的输出是直接把 A1到A9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输出用print line 输出的话它一定是这样 1到9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呢 输出是循序的输出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呢 先把它打散 那怎么样把它打散呢 我想到的打散方法 比较简单一些些 打散的方式的话呢 我就跑一个什么呢 跑一个for回圈 一样的方法 跟刚刚的for回圈写法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小刮弧嘛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小刮弧 然后一个大刮弧 把它切一半 enter一下 那i 就是说里面的话会宣告一个i int i 这个i等于什么 初始值从0开始 或者从1开始都可以 我们从1开始好了 跟刚刚90成法表一样 然后什么时候会进到回圈呢 当i它小于什么呢 正列的长度 a这个正列的点lex 它的长度的话10嘛 所以1到9通通都要进入回圈 那条件的话就是 再来布进的方式 i++ 这个我想跟刚刚90成法要很像 那我们要在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去重新取得 用乱数重新取得一个什么 重新取得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的话呢 我再把它打散 那打散的公式的话 这个我想是一个小技巧 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也是一样宣告一个追 追的话它等于什么 等于去用乱数重新找到一个值 那重新找到一个值 可以用mass这个类别 点什么呢 点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重新产生的话 你可以记打一个r 会有一个方法叫random 这个random 按enter 其实你要记r就可以了 random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在0到1之间 产生一个任意的值 那可是我要产生的不是0到1 0到就是小数点 我乘上10 为什么要乘上10呢 基本上乘上10 0乘上10还是0 所以会从0 那最大部会等于1 最大等于0点99999 所以乘上10的话是等于99999 那我也就是说我可以产生0到99999之间的值 那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那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怎么样呢 强制转型 强制转型的话 前面加一个小刮符再加一个rnt 强迫把它转换成整数 那强迫转换成整数的话 小数点怎么办 小数点扣掉了 所以它会在0到9之间产生一个j 放在z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z到底是哪个数字 接下来的话我把上面的数字打散 打散的公式的话 你们稍微记一下 就是说我a0 a0这个空间实际上是多出来的 做什么呢 做暂存 a0等于什么呢 a瓜虎先放i 就是把i里面的词先放在暂存里面 然后再把z里面任意取出来的词 再跟i做交换 那因为可以做打散 就两个颠倒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 再把a0的词 再跟a0再放回到aj 实际上我这个地方就是在交换 就是这个空间我暂存 然后上面这个 我第一个一定是从1开始 1先放过来 然后把乱数的东西放在1里面 对不对 然后再把1放回到嘴 两个颠倒 实际上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做什么 做这些资料的颠倒 所以因为我产生9次 所以基本上就会乱跑乱跑 这个公式我觉得 如果你不是很想要特别了解的话 你就是暂时把它这样记一下 也就是说我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这个乱数主要就是说 跟原来的那个位置做交换 这个0的话是暂存 那其实比较好记就是 0把i给他 然后再把j给i 然后再把0再给j 这样就颠倒 颠倒之后的话 这样我们就产生一个乱数了 产生乱数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是循序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希望跑出一个乱数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1到9 A到0 所以 底下东西要改 因为底下怎么样 底下还是1到9 1到9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改成什么 A 里面 因为我已经有这个结果 所以这里的话 我把最后的结果 这个把它改成I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数 原来的数字 直接执行 1 2 5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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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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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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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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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需要有一個就是一個都化爾迴圈 這個都化爾迴圈裡面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就是說 不管橫向三個跟縱向三個跟橫向斜邊兩個 加起來都是15的話 那再把結果輸出就OK了 不過有的時候 如果程式寫錯的話 見到無窮迴圈 理論上跑出來 我剛剛最後結果類似像這樣 就是這個地方再做一個度化爾迴圈 再做一個那個判斷 其實就OK了 所以請對先試著完成第一階段 OK,試一下